大概就是5萬也可以啦 但是也要看你的誠意喔 有人曾經下窩下了100萬喔 禮拜三到禮拜六 都完全沒有任何消息 摸不到東西 摸來摸去摸來摸去摸到東西 就再轉過來跟我說 不見了 不見了 錢不見了 話說呢就從0403花蓮大地爭之後呢 我就積極的很想要買房子 那就是想要從這個13樓搬到平房 所以就找了一些仲介 那基本上花蓮也沒有熟人嘛 所以就是在網路上隨便找 大概找了七八位吧 也沒有特別偏好 那其中呢 今天的這個主角呢 他就是一個 大概只帶看我們兩間房子 兩個物件的一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他自己有一個角色扮演 也就是說他自己設定的人設是很有趣的 他一開始就會說 哇我就是這麼誠實啊 我就是這麼老實 我都沒有騙你啊 我就是很笨啊 什麼都不太會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角色設定 到底是不是真的笨呢 我就不太知道 要到最後就是把我的握旋鏡拿走了 不還我這樣子 那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整個過程是這樣子 從四月開始我們就一直看房子嘛 而且當時我的心情實在是非常的緊張 希望趕快搬到平房 但是呢 六月我們早就有一個既定的旅行 六月初就要到歐洲旅行一個多月 其實這個時間是很短的 四月五月兩個月而已 所以其實在五月底的時候 我就想要像這一個 人設是自己裝作是笨的這一個 我們就姑且稱他為傻大姐好了 我就找這個傻大姐呢 就要下臥 因為他只有帶我們看過兩間嘛 我就在某一天打電話給他 就說我要來下臥囉 他就非常非常的驚喜 那他也趕快就是要做一些聯絡 還有就是了解這個物件的狀態 在他聯絡的過程當中呢 他首先就是聯絡了他的開發的同事 很快他就回覆我 就是說開發的同事說 這一個物件呢 屋主要多少錢多少錢 才願意讓人家下握喔 而那個價格呢 簡直就是可以說是沒有什麼 議價空間 我當然就立刻覺得很疑惑啊 因為一般我們都知道 就是屋主可能會 提高個價格差不多一成嘛 這也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心理狀態 大家有一個互相拉鋸的一個空間 那他就跟我講了一個這個價格 其實我就立刻覺得 有點點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們是想要立刻喝成交了嗎 有這樣子的語氣就告訴這個傻大姐 那傻大姐立刻就很緊張 就說不是這樣子的啦 我就是很笨 我就是很老實的告訴你啊 我會不會被我同事給耍了之類 他要害我之類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 講了一大堆 反正最後呢 因為旅行在即嘛 我就想說 那就是等反正回來再說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物件 我自己姑且猜測是我個人癖好 所以才喜歡 可能喜歡這樣子的物件的人不多 反正就不想管他啦 我就去旅行了 我們歐洲旅行一個多月嘛 回來已經是七月中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那個時候被地震嚇到了 所以其實有點太激動了 很積極的想要看房子 其實旅行過程當中 就讓自己平靜下來 就覺得不應該這麼的衝動 所以呢回來之後 其實情緒是非常緩和的 那這個傻大姐呢 她叫我回來的時候 沒多久 才一兩天 她算得很準 真的是蠻厲害的 所以你說她傻嘛 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 就一直聯絡啊 就說要不要來下握啊 要不要再來看看這個物件啊 我可以再陪你去喔 那因為有時差的關係嗎 我也懶懶的 而且已經有點忘記這種 積極看房子的感覺了 所以就丟著丟著丟著 也想要就是讓自己的情緒平穩 也表達就是說 我對這個物件也沒有很感興趣啊 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 大家彼此拉鋸的一個心理狀態嘛 過了一陣子她真的是蠻積極的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是再找她 再去看一次物件 她也很快的就是 來跟我們去看這個物件了 而且她是傻大姐的人設嘛 她每一次喔 就會帶她另外一個同事 那個同事呢 也是一個女生 她的人設就不太一樣 是精明能幹的 所以每次都是她這個同事在講 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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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天花亂墜 其實我都會覺得蠻煩的 那這個傻大姐呢 就在旁邊點頭 嗯嗯嗯嗯嗯 感覺真的很老實的樣子 那無論如何啊 我是要找傻大姐下握嘛 那反正就是這樣子說 好我們要來準備下握了 再次看過這個物件呢 大概兩三天之後嘛 我就去找她 再次下握了 那下握的這一個金額呢 他們就說 就隨便你啊 大概就是五萬也可以啦 但是也要看你的誠意喔 有人曾經下握下了一百萬喔 我想說你在鬼扯淡什麼 反正我就後來就一句話 我只要下握三萬 呵呵呵 我就拿三萬下握 就這樣子下握完成了 結束了 隔個兩天 她就來回覆說 開發的同事說 一定要這個這個這個底價 屋主才願意就是出來談 她講的這句話 跟我一個半月之前 去旅行之前 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她是聽她開發的同事說 她完全沒有見到屋主 我們這一個半月以來 反正就是完全沒進度 你完全沒有去跟你的 開發的同事溝通 而且在下握之後 也完全沒有辦法去找 屋主來談 我就說好喔 其實不想要多說什麼了 只覺得她這個傻大姐的人設 也許是真實的 她真的沒有辦法跟她 開發的同事說更多 那反正既然喜歡這個物件的話 我也可以再找別的仲介 好那就要準備退斡旋金了 那反正我說好喔之後 她也沒有任何的回覆 隔天是禮拜二 我就說差不多可以退斡旋了 就說好喔 我今天沒有空進公司 那下午的時候我進公司 再跟會計說 我就說好的沒問題 隔天她就說 我昨天真的太忙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跟這個會計說 那一天是禮拜三 緊接著我們自己很忙 那幾天我還跑去台北一趟 禮拜三到禮拜六 從我從台北回來 都完全沒有任何消息 禮拜六的時候我就問她 可不可以退還斡旋金了呢 她馬上回覆可以喔 不過那天好像有什麼什麼事 我也忘記了 反正也無所謂 再約隔天晚上七點這樣子 那那那一天剛好下雨 那我自己就說 那天下雨我不想出門了 可不可以我們再約 這樣子 反正是我自己就不想約了 好那就來到了禮拜一 成交不成嘛 要退斡旋已經第八天了 我就那天下定決心 我要來拿回我的斡旋金了 那天中午我就跟她說 我們就一樣約下午五點左右 那我可以去找你喔 就是看你在哪邊方便 因為Sales常常都在外面嘛 我也不想要讓她說 好像很忙還要進公司 那我都可以去找她 那她也立刻回了 我就說四點半我們再約 我就說好啊好啊就這樣子 我差不多就是在四點半的時候 聯絡她 那她就說啊這真的好忙喔 正在厭惡啊非常非常的忙 那聽起來就是當時的環境 好像也是真的很忙 那她就說那還是約五點喔 沒有問題喔 那我就跟她說 我們就約在某一個機構的前面 因為就不是很想要去他們公司 那邊比較難停車嘛 反正在路邊也可以 就某一個機構前面還有一個廣場 大家車停車比較方便 那差不多五點的時候呢 其實一直打電話 都有點點就是還是很忙的樣子 我還是有留言給她就說 那這樣你這麼忙我先去吃飯囉 吃完飯我就繼續LINE她 然後也有通話 她有主動這麼說 差不多我可以去找你囉 然後我們等一下哪裡見 那那個時候差不多是五點五十分左右 她說從東大門夜市到那個機構前面 那估計就是大概五到十分鐘吧 我們就大家就是分別過去那個機構 準備在那邊碰面 結果從五點五十分 我們足足在那邊等了四十分鐘 那這四十分鐘呢 另一半有一直叫我說 打電話給她答案給她 但是我不曉得我耐性怎麼這麼好 反正我就想說 她可能就是在開車也不是太好 而且她有可能去領錢啊 或者是去準備會錢給我 再到足足四十分鐘的時候呢 我也有點不耐煩了 就開始就是打電話給她 那時候電話她都有接起來 她就說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她就一直這麼說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是真的快到了嗎 後來大概真的再過十分鐘 這當中我又快點打電話給她 你到底在哪裡快到了在哪裡 她說我已經停好車了 完全都沒有看到人 後來另一半有發現就是 她的車真的好像在很對面旁邊的地方 然後另一半就說 怎麼那麼奇怪 就停在那裡 完全都沒有下車 好像也完全都沒有動靜的樣子 我就說沒關係再等一下 也許她在車上在馬 我就這樣又等著她十分鐘 好不容易 真的我們足足等了一個小時的時候 她終於下車了 然後這時候的樣子真的非常的奇怪 首先好像掰卡一樣 一拐一拐一拐的 然後還扶著腰 這個腰不知道怎麼了 然後走了一大段距離 大概幾十公尺吧 因為她故意把車停很遠 這樣子扶著腰 這樣子走過來 然後很痛苦的樣子 其實我當時已經有點覺得 等了不耐煩已經有點氣了 但是看到這個樣子 首先就先問 你怎麼了 沒事吧 她說我閃到腰 我閃到腰 很痛真的快痛死了 然後腳還一擺一擺 然後她手裡有拿著斡旋單 就是我們簽的那個正本 然後她就說你是要匯款嗎 我就說沒關係 因為很不耐煩的 我說沒關係 現金也沒關係 她說現金 好那我去拿一下 結果她又一拐一擺一擺一擺的走回她的車子 又一拐一擺的扶著腰走過去 這時候我就跟另一半說 我們過去跟她拿現金 因為要數錢一起過去 一起過去之後 傻大姐很認真地打開這個車門 就在她那個副駕駛座的前座的那個 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摸不到東西摸來摸去摸來摸去摸不到東西 就再轉過來跟我說 不見了 不見了 錢不見了 我就說錢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說就是不見了 然後就幾乎已經哭出來了 我就說等一下沒關係 發生什麼事情了 錢怎麼會不見 畢竟我們追劇也追很多 辦案行事的那種透人心弦的那種 看破人心的那種辦案劇也看了一些 我就說怎麼回事呢 怎麼會不見 是你先生拿走了呢 還是你家裡最近有什麼事情 開始安撫她 其實另一半已經很不耐煩了 她後來有跟我說 為什麼你要就是這樣安撫她什麼 我其實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真的很怕就是一塊錢逼死一條好漢 或者是三萬塊逼死一個傻大姐 讓她在路上一時衝動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我當時只想要讓她情緒平伏下來安撫她 發生什麼事慢慢講 然後就說沒有錢 沒有錢 我真的當時真的啼笑皆非 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你現在是沒有錢 那錢不見了 那你想要怎麼樣 她就說了 可以再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嗎 我就說那你是要欠我錢囉 你是要跟我借錢欠我錢囉 但是你這個也不是正常的一個借錢的方式 你這個是拿著斡旋單的這個有合約的 你這樣子不還我錢 算是詐欺 我就這樣子稍微跟她講一下 她就說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沒有欠 又開始要哭了 反正這個當中我都覺得被欠錢的是我 都還要安慰她 反正就是情緒很激動嘛 然後其實另一半說那現在去你公司啊 這個時候當然就更激動 我就是不想要讓我公司的人知道 你再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 反正我就會還你 之類的這樣子 那當然這張中我問她說那你會不會跑走 那她反正就說我要跑去哪裡 我其實不太知道她會跑去哪裡 因為畢竟我們才 見面也不熟才見面三五次而已的這樣子一個仲介跟一個想要買房的人 的客人的一個關係而已 那反正最後我就是答應她了 那現在就是馬上就是在下個禮拜一的這個目前是前三天 明天我們要去台東旅行個兩天 所以本來我說的禮拜一要再跟她約 後來才發現我禮拜一不在 我現在的做法就是想說有沒有可能我就是 請她禮拜一的時候直接轉帳給我 然後我隔天 也就是禮拜二我們會回來 我再拿單子去他們公司 其實我現在就打定主意我其實不太想要再看到她了 一個見面只有三五次的人 然後突然就是來這一招也是就是覺得煩煩的 並不是因為三萬塊 還好這個三萬塊是當時我就覺得不想要給太多 看起來真的是一個就是真正在這間房仲公司工作的一個員工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也都到他們公司拿很正確的斡旋單 但是反正就是出現了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斡旋金能少就盡量少 那還好這個金額其實是真的是很少 我真的不想要為了這個三萬塊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反正就是等她囉 但是煩煩的一個狀態就是 我現在是非常積極的想要買那個物件 但是卻被她耽擱了 因為她等於就是完全可能都沒有跟物件的主人有任何的溝通 因為她現階段就是立刻那幾天就馬上就是要我這個現金三萬塊 她也不會想說讓我這個物件成交之後 她再來賺到這個錢不是很好嗎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這個房仲傻大姐給耽擱了 就是有點覺得無可奈何囉 那狀況會是怎麼樣 她會不會真的就是乖乖的還我錢來 我要三天後才知道 所以現在是在這個三天之前 我先把我的這個心情描述一下三天後有沒有還錢 再說 這個都是低震造成的結果 土石崩落的好嚴重 我現在在太魯閣的門口 現在這條路還是有管制的 還是不能進去 不過有往天翔的台灣好行往天翔的話 就是從這條路走這個橋過去是可以的 我們繼續說到傻大姐的後續狀況 先告訴大家結局 有 她有還我錢了 我們在約定要還錢的那一天 其實我們跑去台東玩了 就告訴她 你只要在那一天之前 直接把錢匯到我的戶頭就可以了 握旋單我會在隔天拿去你們公司給你 那拿到公司給你你有債很好 那沒有債的話我就直接拿給你的同事 結果在LINE給她這些訊息的時候 她其實是不讀不回的 經過了好幾個小時 我就有點覺得受不了 怎麼會這樣子 我再一次的告訴她 有看到訊息請回應 這個時候她就立刻有回了 就說好喔這樣子 昨天等了到傍晚吧 到晚上滿晚的 已經六七點七八點了 果然有錢會進來 整整三萬塊 好那就大家安心了 我就在仔細想這個傻大姐的狀況啊 她真的真的就是沒有心思在工作上面 她完完全全就是只是想要 立刻拿到我們的這個三萬塊 然後去做她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到最後現在的想法就是覺得 也原諒她了啦 也許真的是有急用 那反正就是讓她急用了一個禮拜 就最後是圓滿的 就是有還我的錢 但是我們整個的想法就是 真的是非常浪費的時間 我們從歐洲旅行回來到現在一個半月吧 就完全沒有進展 我是真的很想要那個物件 可是就是完全在她這個無理愁的 這個瞎搞胡搞的情況之下 就是完全都沒有進展 那現在搞得我心情上也就 哇 也是要感謝她啦 我是非常的平靜跟 看當下來了 反正就是慢慢的再來看這些 有沒有可能再來花蓮這個地方 來買房子 就我覺得慢慢看了 好 在泰魯閣這個地方 非常的清幽 也非常的危險 我們就差不多看一看就要回去了 去新城那邊吃東西好了 好 哈哈 好 不用客氣